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主任很詳細了解我們來到社會的社會工作 從醫療 教育 社區經濟等各方面都有和我們進入的交流 主任細心 情報交流活躍的過程非常輕鬆愉快 關注我們離島區的工作 每個委員就着自己自身關心的問題 去互報相關工作 也看到夏主任非常重視澳門教育的發展 在今天的過程中,夏主任去了澳門科技大學 看了我們學校的智慧教育服務平台 也去了一個科技創生中心 看了學校的產學研的轉發 也來到澳門大學 看到我們一個中藥質量研究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進入聽取了幾位學者 對於產學研的報告 夏寶龍主任在不到幾年的時間 第二次到澳門大學 我們主要向夏寶龍主任揮報了澳門大學 在過去這幾年,人才培養科學年 就是產學年 夏主任高度評價澳門醫療維生事業的發展 一直以來在國家的支持下 澳門特區政府做了大量的民生工作 提升了我們醫療服務的水平 也使到我們的民生福祉得到提升 這次特別貪官澳門鐵和醫院 這個項目是在國家的支持下 澳門特區政府和北京鐵和醫院的重大合作項目 對澳門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民生工程 這個剛才主任都提到 這個澳門鐵和醫院也都將會成為澳門國際大都市有一張的名點 這裡對我們的未來工作是充滿了鼓舞的 北京協科醫院澳門醫學中心 從去年12月20日進入市營運期以來 目前的籌備情況非常的順利 我們在制度建設,人員的招聘,設備購置 以及我們醫療服務流程的梳理 特別是和衛生局在患者轉介方面 進行了大量的溝通合作 取得了所有成效的成績 目前是在我們有序的推進過程中 預計是在9月份我們可以如期的向社會 向市民提供醫療服務